凯特与威廉做出了让人惊讶的举动,为三个孩子未来人生他尽力了。 在中国,父母为孩子是操碎了心,父母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为孩子铺设好未来美好的人生之路。 而在英国王室,这一幕同样如此,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作为英国王室的未来国王与未来王后,他们也为自己的孩子们尽力铺设好美好的人生道路。 据英媒在当地时间10月28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做出了让人惊讶的举动,为三个孩子尽力创造好的环境,让孩子们拥有美好的未来。 据报道,在2022年,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顿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斯王子,搬到了温莎家庭公园的阿德莱德小屋。 一位专家说,坐落在温莎家庭公园的这一座古朴的四居室小屋可能不是每个人对皇家住所的固有印象,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王室贵族的住所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但阿德莱德小屋满足了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对孩子们设定的所有居住条件。 虽然威廉与凯特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但是他们为孩子做出了改变生活的重大决定,现在是威廉夫妇一家的主要住所,是这座两层楼高的位于占地655英亩的温莎家庭公园内的阿德莱德小屋。 这座小屋距离温莎城堡,仅10分钟步行路程,威廉和凯特告别了肯兴顿宫EA的豪华公寓,在2022年搬到了他们的新家,为他们的三个孩子乔治、夏洛特和路易斯寻求更脚踏实地的生活方式王室专家兼作家凯蒂尼科尔说,他们在那里非常非常快乐,能够住在温莎家庭公园的中心,并且在那里他们不会被人们过分关注,可以完全隐私地来来往往。 这对于肯兴顿宫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空间虽然不大,但阿德莱德小屋符合威廉与凯特给孩子们设定的所有居住条件。 据传,这对夫妇的搬迁源于他们希望让他们的后代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安全地远离肯兴顿宫的众多围观者。 此外,此举使他们更接近前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就住在阿德莱德小屋附近,尽管阿德莱德小屋有四间卧室, 但他为这个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住家工作人员。 据报道,威廉夫妇的工作助手们在附近酒店居住与办公,皇家评论员邓肯拉科姆评论道, 我认为他们搬到那里时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他们本可以搬到很多其他地方。 但阿德莱德小屋符合他们作为父母成为正常家庭的愿望,那里没有庸人,也没有太多的房间,威廉更愿意让他的孩子在他身边,在他睡觉的隔壁房间里,他的花园保存完好,被精心维护地树离围起来。 今年,随着凯特从癌症治疗中恢复过来,小屋一直是他平静的天堂。 邓肯补充道,凯特已经能够出去散步,享受新鲜空气,而不是被关在伦敦一些通风部家的旧宫殿里,他在那里很开心,家人都在他身边。 这间小屋距离孩子们上学的兰布鲁克仅15分钟车程,距离伯克郡巴克伯里的米德尔顿家不到一个小时。 邓肯说,离学校很近,离凯特的父母也很近,这绝对是理想的选择,孩子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祖父母在一起,当威廉和凯特都在工作时,米德尔顿一家可以介入。 这对任何年轻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座小屋建于1831年,以威廉四世的妻子阿德莱德女王的名字命名,是她的避暑别墅,这是一个经典的欧式小屋的例子,法语中是装饰小屋的意思, 其特色是独特的建筑元素,如南入口有截体底座的双烟囱和一个门廊,以抵御各种天气。 此外,东侧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阳台,2022年10月,凯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其中包括他们客厅的一个场景,展示了一张简单的奶油沙发,上面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靠垫,周围环绕着带框的家庭照片和室内植物, 威廉和凯特似乎对阿德莱德小屋感到十分满意,这座小屋多年来一直受到高级皇室成员的青睐,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临近的温莎城堡度过。 他经常在阿德莱德享用早餐或下午茶,他珍爱的查尔斯国王猎犬大使被埋在院子里,用一块特殊的牌匾纪念,在公威廉与凯特搬迁进来居住之前, 该物业曾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堂兄玛格丽特·罗德斯的儿子西蒙·罗德斯和皇家收藏部前主任修罗伯茨爵士的家。 阿德莱德小屋最臭名昭著,最可耻的前居民是玛格丽特公主的情人,前皇家空军上尉彼得·汤森,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他就和他的配偶罗斯·玛丽以及他们的后代住在那里。 1952年,婚姻破裂后,汤森向年仅二十二岁的年轻玛格丽特公主求婚。 然而,由于1772年的《皇家婚姻法》规定,汤森离过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拒绝了她对自己妹妹的求婚。 一位评论家甚至抨击这所房子的维多利亚时代壁纸和笨重的家具又小又不吸引人。 值得庆幸的是,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在2015年对此处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翻修, 省去了他们自己重新装修内部的麻烦。 阿德莱德小屋装饰着镀金海豚,主卧室天花板上挂着一艘旧皇家游艇上的绳索, 现在已经焕然一新,凯蒂补充道,这里很舒适,不太宽敞,感觉就像家一样, 这非常适合抚养孩子,就像凯特和威廉在这里抚养他们的三个孩子们, 向他们的皇室地位致敬,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以尽可能普通和正常的方式长大的。 显然,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是一对非常称职的父母, 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孩子们生活在宫殿里会拥有过度的关注, 从而选择阿德莱德小屋,这个更加隐私的居住环境。 许多人确实会对凯特与威廉的选择感到惊讶, 毕竟谁会放着金碧辉煌的宫殿不住,去住一座老旧的小屋呢? 但是也许只有真的心里关怀着自己孩子们的父母, 才会理解凯特与威廉的良苦用心。 此外,卡米拉王后与查尔斯国王此次访问澳大利亚, 本应是一次稳固英联邦国家关系, 展现王室亲和力的外交之行。 然而,卡米拉的一举一动却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尤其是她选择佩戴了象征澳大利亚与王室特殊关系的金河欢花兄贞恩。 这是一枚曾经代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贵重饰品, 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在许多民众眼中,卡米拉此举不仅试图介物抬身, 还暴露了其不为人知的野心。 金河欢花兄贞,也称瓦特尔兄贞, 是一件极具历史和象征意义的珠宝。 1954年,澳大利亚政府将它赠送给时为公主的伊丽莎白, 以示对她的尊重与忠诚。 这枚兄贞不仅象征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王室的敬仰, 更标志着王室在澳大利亚民众心中的特殊地位。 之后的几十年里,伊丽莎白二世以其稳重, 坚毅的领导风格逐渐赢得了全球的尊重, 而金河欢花兄贞则成了她个人气质的象征。 正因如此,兄贞本身代表的已不只是权力, 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荣耀, 代表了澳大利亚人民对伊丽莎白女王深厚的情感依托。 卡米拉在此次访问中选择佩戴金河欢花兄贞, 这一细节被解读为其想要在澳大利亚民众心中 树立新王后形象的大胆尝试。 然而,深知这一胸针象征异议的人士却不禁为此疑惑, 卡米拉究竟是在向已故女王致敬, 还是在无形中暗示自己有能力? 也有意图替代她的地位, 这枚胸针不仅是王室的象征, 更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专属物品。 许多传统王室支持者甚至认为卡米拉此举 无异于对女王地位的僭越。 另外,金河欢花在澳大利亚文化中象征着坚韧和荣耀, 与伊丽莎白二世不屈不挠, 忠于只守得形象高度契合。 然而,卡米拉的佩戴让人不禁质疑 她是否能承载起这份象征背后沉重的意义。 许多民众并未忘记她曾是戴安娜王妃情感的第三者, 而戴安娜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早已深入人心。 因此,卡米拉佩戴此胸针似乎也让一些人感觉到 她试图从戴安娜,甚至是女王的历史遗产中借光, 以加固自己在王室中的地位。 从历史角度来看,金河欢花胸针象征的不仅是身份, 更是女王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纽带。 这个饰品陪伴伊丽莎白女王多年, 象征着她与澳大利亚人民之间的深厚关系。 女王去世后, 这枚胸针的意义也应当随她一同长眠。 然而,卡米拉将这一胸针在公开场合重现, 不禁让人思考, 她是否在试图重塑自己在英联邦国家中的角色, 以填补女王离世后所留下的情感空缺。 对此,卡米拉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 但她的行为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不少澳大利亚民众认为, 此次访问卡米拉的高调之举并不合时宜, 因为她的王后身份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国王的伴侣, 而非代表王室的核心人物。 这让部分批评者感到, 卡米拉在展示自己地位的方式上有些宣宾夺主, 回顾卡米拉的身份之路, 她与查尔斯的关系一直存在诸多争议, 即便已被正式册封为王后, 但她始终未能赢得普遍的民心, 尤其是在戴安娜王妃的光环下, 卡米拉始终面临对方所带来的阴影, 戴安娜的亲民形象以及她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让她在英联邦国家中备受爱戴, 成为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人民的王妃。 然而, 卡米拉的性格与形式风格却与戴安娜截然不同, 她并非因亲民或是慈善事业而闻名, 而更像是一个因长时间的隐忍和权力的靠近而最终获得头衔的形象。 因此, 有评论指出, 卡米拉在此次访问中选择佩戴金和欢花胸针, 实际上是在试图获得澳大利亚民众的认可, 并以此重新定义自己在英联邦国家中的地位。 尽管这一目的未被公开承认, 但她高调的表现让人们对她的野心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在卡米拉的行为中, 查尔斯的态度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王室观察家们认为, 查尔斯对卡米拉的支持, 无疑帮助她赢得了王后这一头衔, 但她似乎低估了这次访问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作为国家的象征, 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政治与民心的权衡, 而卡米拉作为国王的伴侣, 理应扮演一个配角角色, 避免跃权的嫌疑。 然而, 查尔斯对卡米拉的纵容使得她在此次访问中几乎成了主角, 不仅佩戴了象征女王身份的兄贞, 还在众多场合中宣宾夺主, 显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王后身份。 有分析认为, 查尔斯的纵容不仅可能让自己失去一些民众的信任, 甚至会影响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对王室的整体态度。 近年来, 澳大利亚国内的共和呼声逐渐高涨, 而王室成员在访问中的越界行为很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 卡米拉的高调行为在澳大利亚引发了明显的反响, 甚至在某些场合遭遇抗议。 近年来, 随着英联邦关系的逐渐松动, 澳大利亚的共和情绪逐渐增长, 许多澳大利亚民众对卡米拉此次宣宾夺主的行事方式感到不满, 甚至有部分人公开抗议王室的影响, 此次访问的争议也让英联邦关系的未来走向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一些评论指出, 英联邦国家中的公众或许更希望看到一个尊重传统, 懂得权衡角色的王室形象, 而不是一个通过借用前人荣誉来增加自己声望的王后。 卡米拉的行为让人们不禁想起了戴安娜的亲民和谦逊, 这种对比无疑更强化了她在公众心目中的负面印象。 从佩戴兄贞这一细节可以看出, 卡米拉王后似乎希望在澳大利亚的公众中树立自己的新形象, 然而, 这一象征举动却未必能带来正面的效果, 今和欢花兄贞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权力, 更是澳大利亚民众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深厚情感, 这种情感并非仅凭身份或象征就能轻易继承。 卡米拉与查尔斯的澳大利亚之行, 原本可以是稳固王室与英联邦关系的重要时刻, 但她的高调举动却在无意中引发了负面的情绪。 未来, 卡米拉能否平衡自己的身份, 取得民众的真正认同,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